在发展谁 我觉得杨迪 对 有个问题 我想看杨迪 dirty 想看他左右逢源 但是又 手足不死 杨迪等会脸都绿了 哈喽 我就知道 我的下线 还有一位下线 你猜 莫斯隆 是不是 杨迪 你早就是了是吗 早就吃了是吗 对不起了弟弟 我们真的好对不起吗 抛开节目这个事 我真想哭 真的真想哭对人 早该找我 你等着之后揭晓答案的时候 范晨晨的感受 是真的 强调有可能会有点人的杀 但是一定 不 不 哈哈 这是那两个人的共同的 词汇 对 你可以选择是否告诉他们 或者是否修改告诉他们 我要把线索改成沐浴之王 这样 你我给你们讲一下我整个这个心路历程好不好 我知道你们所有人都不会怀疑我 但是我怕他最后 受伤 哭你知道不 别说了马上可以关机的时候就已经更大了 你知道不 宝哥是这样的 我跟范晨晨我们俩第一季玩这个的时候 有个小约定 姐 我就怀疑你 我肯定不是 范晨晨如果我是我会相信我我会告诉你 这里所有人我都会骗就不会骗你 我们俩这一季和下一季乃这很多季 轻易我们不要问对方 问对方不欺骗 我不是因为你的话 我也说我尝到最后 真的 我还在那里自作聪明 我投杨迪 很遗憾一只耳成功隐藏 今天大家只认失败 相信大家都感觉到了沈阳的小幸福 今天大家体会了地道的美食 体会了东北人民的热情 大家这几天在沈阳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时光 我们就一起去给沈阳人民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心意吧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这里的温泉 东北人的乐观一部分来源于他们有很多放松解压的方式来应对生活中的烦恼 他们经常一家老小或者约上三五好友泡泡温泉聊聊天 在提乐容的氛围中得到生气 超好 我觉得胖温泉 所以沈阳人民的进步指数很高 很高很高 对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体验我们沈阳的温泉吧 好 春游家族 家都不图